字幕志愿者 杜茜 戴幾個也好, 我這個戴了幾天 回去, 如果沒有四個小時 就在窗口吹吹吹吹 一個口座戴兩天 明明要這麼多 你什麼時候才過去? 我看了整個, 我們做了所有人的檢疫 有病徵的人已經發現了… 李婆婆一個人住 因為新型冠狀病毒的疫情 她大部分時間留在家裡 家裡只有十個由社工送給她的口罩 不夠口罩, 她也想少點外出 但因為要買菜 無可避免要去人多的地方 不夠口罩, 她也想少點外出 你買一瓶嗎? 一人一瓶, 一人一瓶 你有沒有差事? 如果她七元一瓶, 兩個人買 就五元一瓶, 省一點 就叫漏個人一瓶 對, 很開心的, 省兩瓶 有沒有口罩賣? 沒了 什麼時候翻貨? 什麼時候我們就知道 有沒有口罩賣? 香港確診第一宗感染 新型冠狀病毒個案的14天後 李婆婆才有第一個口罩用 每餐只用三十多元買菜的她 已經沒有多餘錢買口罩 現在口罩越來越貴 然後節省了幾元買口罩 你真的節省了多久才節省到買口罩 都留在用, 不捨得調, 很矜貴 口罩就是錢來的 這裡五個, 四個, 二十個左右 好, 這是我自己買的 合起來也差不多一百元 坦白, 都是獨居長者 每月靠三千五百多元的 長者生活津貼維生 交租, 電費, 電話費, 水費 兩千元一個月了 只剩下一千多元使用 怎麼買呢?十幾元一個口罩 一天換一個也不行了 用了三天 一天, 這樣我就打算洗一下 然後這樣擠一下 當然了 用洗潔精洗真的行嗎? 應該可以吧 你很多東西都要用洗潔精洗的 洗碗, 洗衣服 好, 消毒過, 蒸一下 再用幾天 好了, 現在… 蒸熟, 蒸了, 消毒過 沒有, 也沒事, 挺好 洗過或蒸過的口罩 已經沒有防菌功效 但坦白, 這個口罩 洗了兩次就要帶出去 來吧 記得嗎? 這裡有腸筋那一隻嗎? 有彈力那一隻嗎? 有彈力那一隻 也可以 你… 坦白和李婆婆是好朋友 為了解決不夠口罩的問題 他們打算自己做布口罩 這隻口罩, 這隻薄 這隻一樣, 和這隻還好 你拿你們兩個看看 來吧 坦白試過自己用衣車車布口罩 但覺得載得不夠好 打算帶出布口罩 和李婆婆研究一下 這隻還好, 是嗎? 這隻還好, 怎麼不好 結果, 他們用二十五元 多買一塊布 打算起碼可以做到十幾個口罩 即是每個成本不用兩問 三個 在回家製造口罩的途中 他們看到有便利店 免費派口罩給長者 想去碰碰運氣 你們在那邊看那些布 一路走, 拍了 拍了, 拍了 拍了, 拍了 拍一千個手 每一次都拍不到 每一次都拍到 一來我們又不會上網 老人家 又不知道什麼時候 哪裡可以拍 得到知道那時候 已經很遲了 去到都沒有了 現在… 沒有了, 沒事 拍了醜夢了, 對不起 你過來用一下也好 很爽快 不過, 看來看好 看來看好 你不用對回那個鴿 你歪了, 剪好才行 你這個鬼 才好報, 正想開衣車 就出問題 那個腳掣 死火了, 我真的不夠眼穿 你說很夠眼 我夠鬼眼, 我剃不到一個洞 放大鏡, 這樣看不見 你也不夠眼, 我也不懂看 你會放大鏡 不, 我手震了 先摸 摸著 看著 沒有線…沒有底線 神經病 底線又沒有, 沒什麼車子 一個多小時後 他們終於載到第一個布口罩 這個寬點剛剛好 你看, 凹到下巴裡 叫做好像做得不錯 還有省錢 但是能不能防菌呢? 倒流, 不過它就不太厲害 剪個保鮮紙一個形 放進去, 行不行? 這樣就可以防菌 我們每天用完一次就丟… 丟這塊東西 大氣了 嘗嘗可以嗎? 嘗嘗可以嗎? 現在當然可以休息了 久一點就不知道 現在當然可以休息了 把口罩洗掉 但抗菌的成效傳異 他們說不理得這麼多 先照用著 我也不想搞這麼多東西 沒辦法, 沒得用 外出, 每個人都要用口罩 又要錢 一個搞定 這個又要放四個卡 每隔兩個多月 你婆婆就要去政府診所覆診 拿血壓藥 那繼續吃藥 繼續戒口 她終於肯開一個新口罩用 用完會扔掉它 今天去那裡多老人 好像醫生說 多病, 糖尿病等等 那些容易感冒 所以你去那麼多長者接觸 那些菌就多了 所以又要丟了 很肉赤的, 不要說我了 很肉赤的, 扔這個口罩 真的 沒有能力跟人搶購口罩 很多獨居長者只能寄望自己終有一天 等得到, 又排得到免費口罩 我們有秩序, 人也有份 放心, 我們跟著女兒就行了 我們跟著女兒就行了 腳凍不要緊, 媽媽 今天終於排到 真的很幸運 派幾個也好 我這個帶了幾天 多少天 一個星期 老闆 每天都要靠近車子 小駕駛 質料美鳳凌 請問靠近車目 請住一個靠近車目 請回家 請回家 做家務助理的何太 每次出去開工都很掙扎 怕惹到細菌回家 乘地鐵士, 她也會小心翼翼 跟人不要站得那麼近 盡量站緊一點, 不要扶手就不扶 不知道剛才有沒有人打過黑癡 或者人們摸過 她說細菌都會停留在那裡 何太一家三口 住在這個不足110呎的劏房 新年期間, 她和女兒回到大陸探親 回港後應該要家居隔離 但劏房空間狹小 根本難以自我隔離 同一間屋一起住 叫我先生不要回來 如果在房間隔離, 關上房門 她在這兒廳會很烤, 完全沒有空氣流通 沒東西看了, 認識她好嗎? 學校停課 何太太的女兒已經三個星期沒到外面 不知道是否放得久呢? 有點和和 只有幾個夠用 那就不外出了 不外出就夠用 女兒戴的這個口罩已經用了一個星期 這個口罩比較漂亮, 她就肯戴 別的口罩, 她… 起床, 你這樣呢, 危險的 你喜不喜歡戴口罩嗎? 不喜歡戴口罩 為什麼? 吐不上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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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做什麼工法?做數學好嗎? 這個很多天都沒有做了 我手機了 這個不用用手機做的 這裡, 這裡是三個星期 受疫情影響 何太家務助理的生意少了一半 先生工作的酒樓 同樣面臨結業危機 她酒樓晚上的生意 是一台客人都沒有的 如果沒有生意, 她們會倒閉 又要去別處再找一份 但現在外面這個環境 很難找的, 我唯有… 看看能熬得多久 是甚麼 超哥駕駛了三十多年跨境貨櫃車 他說生意沒試過那麼安靜 因為新型肺炎疫情 很多大陸工廠都還沒復工 新年後他只是上過一輪東莞 好像這個價格還沒復工 平時就早就走勢了 今天就拿冷藍蟲梅到沙田 今天就不需要上大陸的 是少了很多的 三成左右兩三成左右的行家 開早工而已 一條船也沒有了 開早工了嗎 今年 正式來計算明天才開工 我的口罩不是說要扔的 你可以盡案再用 自己噴一下消毒水 用滴爐擦一下它 讓它乾了 用風筒 用熱的風筒去吹 甚麼都會死的 雖然超哥覺得 這些方法未必有科學根據 但是為求安心 他唯有自己想想辦法 我們過關要按個手指毛 我自己做些滴露水 過關之後 我自己就沖洗一下 這個就是上一次去的時候 走回來的散子 暫時這陣子都不用了 用膠袋包著它 或者將來拿去太陽曬一曬 可以自己騙一下自己 在香港的基層 分店的前線員工 的士司機 其實那些同樣 跟我們一樣有這樣的危險 基層 在這一劫裡面 就自求多福 就很高 你們好 我們是清潔工會的 有口罩拿來派給大家, 拿一包 姐姐, 你好 阿欣是清潔工人工會幹事 最近忙著樂區派口罩給清潔工友 她形容清潔工是防疫最前線 但是外判箱提供的裝備不足 工友有時甚至要出動私火開工 姐姐, 調轉了口罩來戴, 慢慢來 對, 鐵線變成在下面 鐵線應該在上面 好像老人簽回證 鐵線在上面 這個手套是自己的, 是嗎 自己買的 工師… 工師姐, 我姐姐沒拿過她的手套 我都沒拿過, 但我的手套這麼短 那怎麼戴 她也不敢戴, 自己戴了 吃完就拿著吃 手套, 簽六人的骨粥飯 飯也不吃飯 還沒買 怎麼辦 不用客氣 開口 我可以… 這個又有… 這個又有… 有好東西 有好東西 好怕小菌 有時候口罩掉下去有菌 垃圾本有菌 大菌 肯定 肯定 沒辦法 你為了生條 好吧 我問大佬拿個… 因為這些口罩太差了 就斷了一條生 很難了 阿梅一天做兩間清潔 公司每天只派一個口罩給她 她趁吃飯時間 搜購可以重用的布口罩 大佬有些派過 給我派十個好像清亭的液 透明 我們衣服 衣服 冤 bedroom 妮可 包括 最後裏 有的 為何不給口罩 我的工作不辛苦 最骯髒是我的清潔 他們免費口罩要排隊 我都排不到 雲天哥我排隊 哪有空要排 它就是這樣翻開 這裡再翻開 看到白色 手套的公司都能給到 手套才拿得對 平時都不喜歡人 有意思 始終怕聲音太多會不容易嗎 對 你今天有病 家人不安慰, 自己也不安慰 自己死無可, 無問題 家人這樣很慘 要生氣, 是不是 你何時才過去 打死至極限 你坐著 全靠心 對 你身份 不是 就是 想說 你讓我去有意外 你姿婆娘 出去 去